这节课是咱们逻辑的第二讲 主要讲一些传统问法的一个基本的类别 传统问法依照这个结论的形式是可以分成三类的 注意这三类是结论的形式 并不整个文章 那你通过单独观察结论的特点就能找到了 那第一类叫方案性结论 什么叫方案性结论呢 非常简单 就是当你提炼出结论句之后 那么这个结论句里面是有一个明显的计划 或者一个明显目标 或者说它结论里面是有目标加方案的形式的 其实非常好看 原来有个plan proposal 基本上都差不多 咱们可以先看一个小例子 以这个题为例 文章说在这个湖周边的经济是依靠捕鱼的 那近些年的话 由于这个食物的缺乏 所以呢这个三文鱼的大小跟数量都有所下降 其结果是呢 这个地区的收入啊 那么就下降了 那为了去缓解这个情况啊 官方就打算引入虾 虾本身是可以作为这个三文鱼的主要食物的 好 那么读完文章之后 真正的结论要先提取出来 应该是最后这句话 对吧 就是为了缓解情况 官方打算引入虾 OK 当你观察这个结论 就会发现 这个结论呢 明显里面给了一个目标 也给了一个计划 那但凡结论满足这个特点的 就叫做方案型的一种推理 好 那么但凡是这种方案型的话呢 因为你的选 假设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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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那么当你去想质疑到这个结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质疑呢 换句话说 从哪个方向来写这个选项比较合适呢 注意啊 有三种方向可以质疑到这个结论 一个呢 叫做方案不可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选项就告诉你 这个方案呢 做了之后可能达不到目标 如果说到这个了 就可以质疑到这个结论 那譬如说啊 咱们给个简单例子 结论说呢 为了考到750分 这是我的目标啊 那我呢 决定每天学习8个小时 这是我结论啊 那什么叫可行性问题 所谓可行性 意思就是说 我这每天学8个小时 能不能考到750分 那你想 如果我的学习方法不对 对吧 那我可能学多少小时 也考不到750 如果说 说到这一点呢 就叫方案不可行 就是方案做了之后 达不到目的啊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你可以单独去质疑这个方案 叫方案的不可操作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每天学8个小时 可能确实能考750啊 但是我每天要上班上学 我没有能力啊 抽出这8小时的空余时间 来学习几买 有可能吧 这个时候 你方案再好 我也做不了 对吧 因为方案本身是没法操作的 所以你说到方案操作这个事 也可以质疑到一个方案性的推理 或者你说方案有副作用 比如说 我这每天学这么久 确实能考虚待我 我也每天能空出这么多时间 但是呢 我学这么久啊 我恶心 难受 不愿意学 是吧 这也可以 是方案的一个坏处 纵然说 看似不如一跟二那么强烈啊 但是至少这个事 可以降低 我去选取这个方案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个别的方案 能没有副作用 不让我恶心 那我可能选那个 就相对靠谱一些 比如我听个课 是吧 那肯定就能考到这个750了 那咱们把这课上完 就到750了 对吧 所以总比每天学不到 比较强吧 那也是可以 所以的话呢 三种方向都是可以去反驳到 一个方案性结论的 那在做题的时候 当你看到结论是一个方案 和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要知道了 找答案的时候 这三种情况都可以质疑到 这种方案性结论 好 咱们试一试啊 还是刚才那个题 问的是一个削弱 咱们来把选项看一下啊 大家呢 可以先点个暂停 把题目做一下 那么我直接说啊 A选项讲的是说 那个三文鱼呢 不是一个什么 很出名或者很受欢迎的食物 这个呢 和我能不能救三文鱼 用虾没关 对吧 所以A肯定不对 B呢 说的是到这的游客的事 这也跟我用虾来救三文鱼美观 对吧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 是说要被引入到LP的虾呢 是一个种类 什么种类呢 是那个太小了 以至于不能被人类所消耗的种类 那很明显讲的是 人能不能吃虾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节奏讲 是让这个虾是给三文鱼吃的 没错吧 那所以这个C 很明显跟我的方案也没关 D呢 是说主要的食物啊 给这个虾跟青年三文鱼 都是浮游 而浮游呢 并不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你想 我的方案本身是要去救成年三文鱼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虾本身 是能和青年三文鱼抢吃的 而吃的本来并不多 那你这个方案做了之后 也许真的能拯救成年三文鱼 但是小三文鱼们 就可能因为跟虾要抢吃的 而导致吃的不够 对吧 让你整个盒呢 可能不可持续发展 对不对 那所以D选项 给了我这个方案 能够我做到之后的一个副作用 对吧 可能会让整个生态也破坏 所以D 可以保留 属于方案的坏处啊 E呢 是说这个 捕鱼的限制 禁止人们去让三文鱼怎么样 这个呢 也跟我也有瞎 来救成年三文鱼没关 跟方案没关系 对吧 所以E肯定不对 答案呢 选择就是私底选项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其实方案的考题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把方案抓出来 让选项去质疑 方案不可行 方案不可操作 方案的副作用 就足可以了啊 OK 想看这些题都是官方题啊 都是真题 那么你想看这些题 你可以通过扫这个码 来去拿到这个课件 就可以把这个题 去详细记录一下了 好 第二种类型啊 叫做因果形 这回的结论 没有计划了 也没有目标 你抽取出结论之后 你会发现 结论里面 给的是一句 有因果关系的句子 比如结论说 是A导致了B 好 这是个因果的关系 结论中 给了你这么一个因果的关系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例文啊 文章呢 说在过去十年 我发现咖啡的消耗量下降了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发现 其实这些咖啡因 有害健康的这个副作用啊 这个事儿 就是会影响啊 这个事儿 已经被大家众所周知了 因此 这是明显一个结论的信号词 对吧 社会结论 说这个下降的咖啡因消耗量呢 一定是由于什么导致 一定是由于公众的健康意识 所导致的 哎 你们发现 这回的结论 就是一个典型的 A导致B 这样的因果形 A呢 是awareness 公众的健康意识 B呢 就是咖啡的consumption的一个下降 对吧 好 那所以 这种的考题啊 结论具有这个特点的 叫做因果形的结论 这种因果形的一个结论的 制一方式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他因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说是因为你的努力 hardworking 对吧 导致你考到了750分 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因果关系 对吧 那有两种方式可以制 一个叫他因 如果你能给出另外一个 能导致750的原因 譬如说 是因为你聪明 对吧 你聪明也会导致750 那自然可以降低 是原来这个因 导致这个结果的可能性 所以他因是一个方向 可以从容的反驳到 我的一个因果关系 结论里面去 对吧 第二种方式 就是因果无关 方法非常典型 就是他经常会换个人 或者换个时间 告诉你这个因存在的时候 这个果呢 不见得存在 譬如说 换一个小刚 小刚他也很努力 但是呢 他就没考到750分 因为你想 如果努力跟750 真的具有导致关系 那么不管谁做 什么时候做 应该都具备这个导致关系 对吧 如果说有些人做就能导致 有些人就不行 那证明两个人 可能不具备这种因果的关系 对吧 所以两种方式 都可以去反驳 这样因果性的一个结论 咱们来试试看 还是那道题 咱们呢 把这个题目呢 可以先点个赞 里面做一下 我还是直接说 问的呢 还是削弱 对吧 cause into question A选项说 人们今天比过去十年 少消耗了30%的咖啡 这个文章的结论是说 是健康意识导致了咖啡 消耗量下降 要么你给我一个他言 告诉我为什么消耗量会降 对吧 要么告诉我这个健康意识 跟消耗量没有什么关系 而A选项告诉我呢 是这个消耗量降低了多少 对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降 所以A肯定不对 B这个句子不太好看懂 这个句子呢 你要在这儿画一条分界线 after decreasing 对于consumption 是一个伴随 它是一个状语 像语法里面讲过这个 连词加上分词嘛 对吧 是个状语 那么它前面的意思是说呢 喝咖啡要多的人 在喝咖啡下降了很多之后 会有一些温和的症状 那这个状的意思是说 它会有一两一天 或者更多的时间 有一些温和的症状 对吧 那所以呢 RB选项只是告诉我 戒断咖啡之后 有什么戒断反应 但是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会咖啡消耗量降低 对吧 所以B也不对 C是说 某些特殊品牌的咖啡 咖啡消耗量没动 那同时呢 另外一些的品牌 普通品牌 这个销量在下降 这告诉我的事 咖啡消耗量降的是哪个品牌的 还是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降 对吧 所以这肯定也不对 D呢 是说 果汁跟没有咖啡的茶的消耗量 在上升 但是你没有理由相信 这个上升 就会导致咖啡消耗量降低吧 因为两者本身 可能没什么关系 对吧 我可以多喝点水嘛 既都喝果汁又都会这种茶 对吧 还多喝咖啡 所以这里面 这个D选项 跟咖啡的消耗量降低 也是没有什么BN的关系的 无意义上是一个答案选项 意思是说 出于某种原因 所以咖啡的价格上升了 因为你想 如果价格上升 很明显会导致咖啡消耗量的一个降低 对吧 那它是一个明显 他因就不见得是因为健康意识 所以答案可能是五一选项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因的选项 好 理解吧 好 第三种情况 叫普通事件型 这回结论呢 没有一个关系 也没有方案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件 就跟咱们举那个例子 小明去跑步一样 是一个普通的事 咱们在最开始上一节课 做立体的时候 做过一个这条题 对吧 就讲的是这个长广告的事 这个结论 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 就是说很多人 还是很有兴趣于这个 电视政治广告的 那么这种题 方法很简单 反驳这个结论就可以 反驳这件事就可以 没有那么多花花东西 反驳这个结论就可以 叫直接反驳结论 好 这咱们做过这个题了 咱们就不再说了 好 那么刚才咱们看的所有题 都是问削弱的 那加强跟假设怎么办呢 其实咱们在第一讲 里面讲过了 逻辑传统文法的本质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对吧 都是削弱这个道理 只不过呢 加强跟假设 就是not a not b not c 对吧 所以说呢 你们发现选项里面 多出现否定句 那做题的时候也一样 方法就是取非削弱 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这种考题的选项 大部分都是否定句 所以呢 如果是问你加强 你就把选项里面的否定词拿掉 拿掉的过程叫做取非 好理解吧 那取非之后 那么看这个选项 能不能质疑到结论 就可以了 如果取非后能质疑 那么原选项就肯定是 加强或假设 如果取非后不能质疑 那原选项肯定也不是 加强或者假设了 都好理解 对吧 好 然后那么呢 如果选项本身啊 没有给你否定句 你可以选择在未语动词前面 加个not 来表示对选项取非 很简单 记住啊 在未语动词前面 加not 不要在别的地方加 加完就乱了 好 他们举个例子 比如点个计划 把这个题目做一下啊 我直接说 这个题目呢 说装刷子还是转换成这个清洁能源啊 是两个方法能去减少这个排放 那刷子呢 在减少排放的方位呢 是要比这个fuel呢 更好一些的 因此 后面结论了 通过装刷子 NP就可以在减排这个方面做到最好 我要比读音的 most做到最好 所以结论就是装刷子可以做到最好 非常好理解吧 好 问的是一个假设 咱们可以做取飞是弱 A说 这个改成清洁能源呢 如果把否定字去掉的话 就是要取飞嘛 意思就是说呢 可能会比你装那个刷子要更贵 咱们结论讲的是效果 对吧 那贵和便宜 跟我的实践没法形成反驳关系 所以肯定不对 B呢 是说它可以去选各种各样的刷子 那么如果你在否 在这个位语动词前面讲到 意思是说 这个NP呢 不能选择刷子 这一种 对吧 那能不能选 其实跟我通过装刷子 能否排 能否这个 做到这个减排的最好 也没有关系 所以B肯定不对 C是说NP呢 是没有必要做减排 满道去掉 NP是有必要减排的 这是环保局干的事 跟我通过装哪一个方式 能减排最多也没关 对吧 D呢 如果把否定词去掉 他意思是说 有害排放 可以被两者 加一块来去减少 那自然就质疑结论了 因为装刷子就不见得最好了 你可以把刷子装上 把燃油也换成清年的嘛 那这两者加一块 可能效果更加一些 对吧 所以呢 D肯定可以考虑 E呢 是说除掉它之外 把否定词去掉 它的一些其他活动 也会产生环境污染 那会不会产生污染 跟我能通过什么方式减排 也没关 对吧 跟结论无关 所以答案呢 选择是私立选项 你会发现 其实加强题跟假设题 跟削弱是一样的啊 没有区别 未然好做 最后 咱们说一下评估题 现在考试呢 评估的问法相对 是比较少了啊 大家呢 就可以基本上听听就好 那评估题呢 咱们也讲过了 五个选项 都是一个weather开头 或者是其他词开头 但都一般都是一个 一般疑问句 就是问 会答是或者非 答是非之后 能去反驳到结论 就可以去考虑啊 这个题目呢 它的结论 其实很好掌情暂停 自己看一看 如果这个看完之后 听我说 这个题很明显 是一个方案性 对吧 结论是说 政府这个专家们呢 打算去要求政府 用这个钱 来去奖励这些 这个保护 他们栖息地的这个人 对吧 好 那你就看哪 这个能不能去质疑到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你要考虑方案 是不是能达到目标 能不能去操作 对吧 是不是可以有副作用啊 A说 有没有方案 能去干这件事 就跟这个方案 干的事没关 这是控制人的吧 这是控制这个 这是控其地的嘛 这个是控制这个 帮送应的嘛 天敌的 所以A肯定跟方案没关 所以肯定不对 不用考虑了 B呢 说是否 这个 它的平均数量 在近几年 是保持稳定的 其实你发现 无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都跟我 能让人 促进人 去保护其地没关 对吧 所以B肯定也不对 C呢 是说 这个Bito的一个 life span 就是生命的一个周期 是不是能被延长 不管生命周期 能否被延长 是吧 寿命能否被增加 都跟我 能不能保护其地 无关吧 所以跟方案也无关 D呢 是说 是不是更多人 他们呢 会尝试运气 在政府声明 这个用钱用途之后 他们会尝试 自己的运气 来去买这个彩票 对吧 那更多人买不是更好吗 那不更多人也无所谓 反正跟政府用钱去干嘛 没关 对吧 所以地形也不对 一呢 是说 这个system 能不能去激励人们 去更好的保护 更就是努力的 或者更这个 这个这个想 意愿是比较想的 去保护这个其地 好 你想 如果说这个reward system 它能去更好促使人们 有意愿 去保护其地的话 那么自然 这个方案就是好使的 对吧 换句话 如果反过来说 这个 假例系统 并不能促进人们 去干这个事的话 那其实你方案也没有 达不到目标 对不对 所以答案 是五一选项 所以其实评估题 就是你答yes答no 然后试一下 它能不能去削弱 就可以了 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呢 本身的普遍意想 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节课 咱们有讲了所有的 传统问法的一些问法 包括它的一个 题目的一个类型 大家可以通过 课后练习 来就好好练习一下 课后练习 就是咱们去练 这个21套的题 还是一样 扫码之后 输入必出21套 就能搜到 这个逻辑里面的7套题 这里面有 前五套应该是 都是 前四套吧 都是传统文化的考题